第四段rediter Kultur 文化 剛才林教授談了這個 道德範圍的問題 那麼最開始呢 林教授跟我們介紹說 人類行為呢 大概有三個範圍 三個層面 一個是法律的範圍 一個是道德的範圍 那在法律和道德范畴满足的情况下 才有个自由选择权的问题 那么请林教授介绍一下 有关这个自由选择权 我们如何来行使这样一种权利 OK 那么自由选择的权利 就是说他也这样做 没有违法 没有法律的后果 也不会受到舆论的谴责 公众的舆论或者是媒体的批评这种 这个时候才是你自由选择的权利 但是现在我们要知道 就是我们很多的自由是受到限制的 最重要最根本的一个自由 美国人享受的就是言论自由 但是这个言论自由 到底是不是就完全是你的自由 还是说有哪些最后还是违法了 或者是引起这个道德舆论的批评 一个例子就是最近也是发生的 那么就是你焚烧美国国旗 在公共场合这样做 这个是法律的问题 还是道德的问题 还是自由选择的问题 那么在今年这个国庆节的时候 这个总统在独立日庆典上 讲完话之后 有人就在白宫外面 烧了一面美国国旗 那么按照法律来讲 美国原来是有保护国旗法的 但是后来就被人起诉了 取诉了就是说你这个法律是违宪的 我焚烧国旗是要表达我的一种观点 我对政府的政策不满 这是我的言论自由 所以说最后呢 美国最高法院是以5比4 就是说你这个禁止焚烧国旗的法律 是违宪的 因此从那以后呢 就可以烧国旗了 但是国旗是作为一个国家的象征 你是不是应该表示尊重呢 所以这样就会成为一个道德的问题 不是完全你自由选择的问题 所以我看到在那个洛杉矶游行当中 他有的人并不是烧国旗 他只是把这个国旗在地上拖着走 那么就被别的人给制止了 这也就是说当你有这种行为的时候 大家是不接受的 因此呢 就是属于道德舆论的问题 而不是你个人选择的问题了 那么现在就是说我们的言论自由受到了很多的这个限制 在目前的这个大的环境下 那么表现在哪呢 表现在很多的方面 比如说你教授 你在这个上课当中引了一些文章或者是图片 可能会就被引起抗议了 甚至要求你去辞职 有的这个报社的这个记者 编辑发表了一些文章 不同意见 也被辞职 辞掉了 有的这个记者就直接告诉你 这些话题是不能讲的 所以说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后来就是 也是今天7月份在这个Hopper Hopper是这个杂志上 一个很有名的杂志 就发表了一个公开信 是由160多名的知识分子 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美国人 包括教授专家 记者等等 也包括那些名校 哈佛耶鲁 布林斯顿大学等等 也包括那个英国的著名的 那个作家罗琳 那么他们这个呼吁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反对一言堂 他们注意到 现在的社会 对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限制太多了 对这个发表不同意见的容忍度 在降低 对这个公开辩论的容忍接受程度 也在降低 所以这个信息和思想的这个自由交换 本来就是自由社会的命败 那么现在呢 我们觉得每一天都受到这个限制 在这个大学当中也是如此 比如说大家听说这个UCLA大学 一个教授 他那个一个黑人要求 给他那个优惠待遇 在考试的时候 他不同意了 结果呢 两万多人就是请愿 要求辞掉这个教授 后来呢 这个事呢 发酵了之后 过了一段时间 现在又有 就是五万多人请愿 要求恢复这个教授的教职 当时学校怕麻烦了 马上就把这个教授给停止了 另外一个也是名校 他的这个公学院的这个 一个亚裔的学生 他就要求这个院长说 要给黑人考试的时候 这个可以给他延期 那结果这个院长就说 他说亚裔也受歧视 也受过歧视 那么应该一视同仁的对待 结果大家又请愿 就要辞掉这个院长 所以现在就是说 你要发表一些 所谓政治上不正确的言论 而且有的时候 也不是政治上不正确 就是你想发表 不同的意见的话 可能都会威胁到你的工作 你的职位都保不住 所以现在大家为了 这个防止这个风险 所以都不敢讲话了 这样是一个 很不正常的这个现象 那么在五月份 那个抗议的时候 东部波士那边 有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学院 就给这个允许这个警察 用了学校的厕所 结果呢 又引起这个抗议了 最后呢 这个学校的出面道歉 所以以后不能再继续这么做了 所以这些 我觉得他就不是 自由选择的这个范围了 大家本来是你的自由选择 但是这个舆论的压力 使你不得不违心地去做一些事情 也不敢公开地表达你自己的这个意见了 所以说大家要认识到这个 你现在的各种自由所受到限制 那么有一个是最基本的限制 那这个是核心合理的一个限制 叫TPM限制 也就是说时间地点和方式 你如果是说我深刻半夜 在家里开party 然后搞个乐队 那当然会影响到邻居 这就违反了恰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的限制 你如果是说 在这个纽约时代广场 正在上下班的高峰时间 你去搞集会 当然这也就违反了这个限制 至于其他的那些言论 你说威胁到别人呢 还有这个你诽谤的话呀 黄色下流的话呀 侮辱人的话 攻击别人的话 还有这个虚假事实 虚假陈述 虚假广告 这些都是不是自由选择的 所以你不要就是开口 就随便这样子说的 所以有一句话人家就说了 你说的任何事情 最后都被提供到法院上 去作为证据的 我们不能因为自己一时的不高兴 就违反了这个法律 所以那你说我私下讲这些话 行不行呢 这个私下讲的话呢 这也要看情况 比如说有一个这个警察局 有一个女职工 她本人不是警察 她只是一个这个职员 但是呢 当时呢就是 有人要刺杀总统 没刺杀成 后来他私下就是说 我希望这个杀手下次 能够刺杀成功 结果因此呢 他就被 辞掉 就被解雇了 那你说像这种情况下 到底是不是他的言论自由呢 而且他又是私下说的 他也没有去煽动 鼓励大家真的去那样去做 但是呢 警察部门认为说 我们是执法部门 我们应该有更高的 这个道德的标准 所以你这种行为 是不符合道德标准的 那么当然了 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导致了这个人去 就去法律起诉了 当时的那个情况下呢 就是法律会最大限度的 保护这个自由选择的权利 所以这个人呢 就后来又恢复了工作 那么还有一个这个案例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现在这个被限制 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的这个言行 都会受到监控的 可能你自己就不知道 那么有一个 两个这个女学生 她们在打电话 一个女学生 就跟另外一个学生就说 你应该把这个炸药 放在这个楼的什么位置 才能达到最大的爆炸效果 那么当时正是反恐的时期 所以像这种涉及到 什么炸弹啊爆炸啊 这些词都会被 就是抓住监控的 所以这个小孩刚挂了电话呢 警察就出现了 就要逮捕他 觉得他在策划 什么恐怖行为了 当然他跟他讲说 我这是电脑游戏 我告诉他 这个游戏要放在哪儿 这个炸药你才能通关 那么警察都不相信 所以要亲自跑到 那个孩子的家里 看到这个游戏 才行 那么过去可以说 反恐的时候 主要是监测这些字 现在呢 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泄密的问题 比如说你这个公司的电脑 你有没有职权去上 你上了之后 你这个信息可不可以下载 下载了之后 你又能不能跟人家分享 所以就因为这些问题 也有一些华人被捕了 所以这个是大家 现在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那么在现实当中 有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行为 都是符合道德标准的 但是有的时候呢 就是可能是说 兼顾不过来 这个就叫道德困境 就是说你怎么选择 它都是有一些 不利的后果的 比如说这个福特汽车公司 他曾经在 同性恋杂志上 做了一个广告 这个广告呢 就是说 你要是这个同性恋 来买车子的话 就给你很大的一个优惠 这广告一出去呢 这个教会就不同意了 所以教会的这个团体 就来找这个福特公司 跟他谈 谈完了之后 福特说 那我把广告测回来吧 你这一测的话 那么同性恋团体 又不同意了 又过来跟他谈了 所以像这种情况呢 就叫道德困境 那么这两个团体 不管是同性恋团体 还是宗教团体 他们都是受 法律保护的阶层 他们又都是你的消费者 那么你怎么去做呢 所以你只能说 两害相前取其轻 你只能想总体考虑 哪一个损害更少 你就应该选择那个去行为 所以这个在 所以所谓的自由选择呢 其实也是有条件限制的 就是时间地点和方式的问题 好 我们休息一下 一会再回来 这一会儿